台北市公館商圈 沿着台湾大学校园旁的新生南路 是老台北人口中绝川的前身 早期的农田与水路 随着城市发展 逐渐被建筑和道路所取代 在新生南路上有很多 非常有名的教会 从这个卫理堂 安息日会 然后再来圣家堂 还有真理堂 怀恩堂 当然还有和平长老教会 还有林良堂等等 走进教会 感觉像到了天堂一样 所以这条路又被大家称作天堂路 1950年代新生南路 陆续坐落许多教堂 像是与台大相望的怀恩堂 就在这矗立了70个年头 怀恩堂它是一个浓浓中国风味的建筑 那它跟国父纪念馆 还有跟台北火车站 都是有同样的一个风格 整个建筑外观 是用明朝读书人的样子 下去设计的 怀恩堂屋顶两旁的绿如意 搭配团扇门与砖墙 传达基督信仰本土化的意涵 礼拜堂正面 隐隐若现的十字架与蓝色净池 象征着借有一线天来仰望上帝 怀恩堂有一个美好的传统 那就是非常看重神的道 我们透过圣乐的传播 举办不同形式的音乐会 我们希望借着音乐 这个国际语言 能够接触不一样的群体 对比怀恩堂 景临的真理堂 现代科技感的大楼外观 出自于台积电建筑师 潘继的手笔 圣经堂有一个很大的红色的十字架 圆圆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了 也代表着这个教会要为主发光 在地楼层的地方用了很多的石材 象征着耶稣就是我们教会的磐石 比较高楼层的地方 他用了很多的玻璃 也引进了光线 代表着耶稣就是真光 另外一个特色是这个教会 他把围墙都拿掉了 周边有很宽阔的行人空间 那这都是教会为了进入人群 所以退缩自己的土地 那么让社区更容易融入它 去年我们刚过70年的生日 最优先要感谢的就是 有三位宣教士对我们贡献非常非常大 那我们也感谢上帝 让我们离台大那么近 这个教会可以说从爱学生开始 还有我们非常看重彼此相爱 这就是真理堂 我们是一个家 在天堂路这块卧土上 还有清真寺以及天主教圣家堂 不同信仰也能有相同的归宿 圣家堂秒看 它就是一个十字架的一个样子 如果你从这个教堂的内部 往上一看 就好像是一个帐篷式的 其实这也是在纪念圣经里面 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到旷野里面 也都是住在帐篷里面 圣堂两侧还镶嵌了一百多年前 法国艺术家创作的十八幅 讲述圣经故事的彩绘玻璃 从比利时教堂漂洋过海 安置在台湾 当初接触这一面玻璃的时候 它是那个非常薄的 在我手上都会晃动 非常珍贵的一个艺术品 看起来好像是整幅 其实它是三段连结的 靠一个天光 就是自然光 它影射进来的色彩 距离圣家堂几步之遥的 基督复林安息日会台北教会 也以建筑造型特殊而闻名 它是使用当时少有人使用的清水模 建筑的外观可以看见 我们教会所传扬的 三天使讯息的马赛克拼贴 当你走进它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是踩螺旋形的设计 你有一种栩栩相声 似乎是你可以更靠近上帝的感觉 天窗采光 使您在听到的时候 能够感受到上帝美好的讯息 同样采大片天窗设计的台北魏礼堂 圣堂内部简洁利落 象征对圣洁生活的追求 我们这个教堂有一个特色 它像是一个拱形的 从左边到右边连在一起 数起来就是有十二根 好像十二个支派 跟圣经是非常有关系的 门口那个三角形呢 象征着这是在上帝的家 任何时间漫步于台北长南 细细品味通往天堂之路的建筑 以及这座城市独有的文化魅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